幸福有秘诀吗? 2022年,世界幸福排名榜来了 这个国家,已经连续五年夺冠了 猜猜,是哪一个呢? 英国一分钟,新闻事事通 一起来盘点前五个幸福国度吧 第五名是,荷兰 如果你和我一样,觉得自己的生活一团糟 那么,你可以向荷兰人学习一下 荷兰人不会浪费时间与纠结复杂问题 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对一件事情此刻 轻松对待即可 第四名是,瑞士 瑞士的自然风光,以及气候条件都十分优越 因而所有世界公园或世界花园之美誉 对瑞士人而言,拿着高工资 呼吸清新空气,居住在如画般的小城中 欣赏阿尔卑斯山风景 这样的生活,想不幸福都难 第三名是,冰岛 冰岛位于北极圈边缘 但你会见到全年坚持户外游泳的人 冰岛人认为,躺平并不丢脸 放弃糟糕的工作或是失恋都很正常 冰岛人,爱书如命 他们的书籍出版量居于全球之首 这也是冰岛人,常挂随编的那句 赤脚走,总比没有出墙 第二名是,丹麦 丹麦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约37个小时 而且每人每年都可以享受 长达五周的年假 不仅如此,丹麦人对未来也很佛系 这离不开丹麦高质量的免费医疗和教育系统 这种保障,让丹麦人注重当下的生活 更少对未来感到患得患失 居于榜首的是,芬兰 你猜对了吗?芬兰连续第五年,位列榜首 芬兰人懂得享受生活 痴迷于争桑拿 在这个人口仅有550万人的地方 竟然有多达300多万个桑拿市 芬兰也是世界上的长寿国家 人均预期寿命高达81.9岁 在情感层面上,芬兰人敬重诚实和真诚 据研究,与比其他国家相比 芬兰人更信任彼此 这就是这次的世界幸福排名 那么,你赞同这个排名吗? 评论区告诉我 点赞收藏关注英国一分钟 本内容,由英国海瑞万事国际地产赞助播出